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10月11号星期四 大家好 关于孟宏伟妻子的一些新的信息 逐渐被曝光 首先这位女士姓高 名字我们就不说了 就说一个姓 出于对她的一个保护 她比孟宏伟小19岁 然后她跟孟宏伟 这也不是第一次婚姻 孟宏伟今年65 如果孟宏伟小19岁的话 今年应该46 实际上也不算是很年轻了 那么她跟孟宏伟 是在法国打网球的时候认识的 当时跟孟宏伟认识的时候 这位女士还没有离婚 她还是有老公的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跟前面的老公就离婚了 然后就嫁给了孟宏伟 嫁给孟宏伟之后 在7年之前 给孟宏伟生了一对双胞胎 两个男孩 今年都是7岁 这位姓高的女士 现在在法国 中的是香港的身份 到达了法国 现在我们上次已经播报过 她在法国住的这个房子 居住面积是270平方米 然后前后院差不多也有挺大的 反正租这套房子 可能每个月差不多在8000美元左右 5万人民币 然后她的两个孩子在法国 上的是法国的一个叫做国际贵族学校 在美国来讲 这种学校差不多也都是四五万美元的学费 然后她两个差不多就要在10万左右了 所以就连她的房租加上两个孩子的学费 实际上这一年下来差不多就要20万美元 是吧 那么网友给她粗略的计算一下 她一年下来 日常的花销应该不会低于200万元人民币 那这位女士是没有工作的 无业 主要的工作就是照顾两个孩子 照顾家里 其实也是很辛苦 照顾两个小孩其实挺辛苦的 然后这位女士被查出来 在北京在她的名下 拥有一套千万的房产 不过在北京 把千万不算挂上 北京现在可能二环以内 随便你找过粮食一听就过千万了 差不多 差不多对吧 所以在北京拥有一套千万房产 也可能就是很小的一个公寓吧 那可能就过千万了 是吧 说实话 如果就是这点钱的话 孟宏伟贪的不多 以她的级别 这点不算什么 之前我记得前几年 有一个山西的一个刑警大队的队长 然后被杀了 被杀了之后 她有三个孩子都在国外留学 然后她和她老婆在家被人杀了 可能就是说仇杀什么的 我怎么知道吧 反正把她杀了之后 光从她家里边就搜出来三亿人民币的现金 这还不算是在银行里的钱 然后她的三个孩子在海外有没有款项 她就不知道了 对吧 所以对于孟宏伟作为公安部副部长来讲 这点钱我觉得真的不算多 如果就贪了这点钱的话 我觉得让这高女士说 孟宏伟就是说不爱贪钱 或者说不贪的也能说得过去 现在有一些网友就觉得我们好像说你们为什么老要曝光 这个孟宏伟妻子的真实的奢华的生活 你们是不是帮着老公去抹黑她 我说如果是这样 如果她没有 这些东西都没有 都是我们假的 说都是假的 都是我们栽赃陷害她 这叫抹黑她 如果这些东西是真的的话 那不叫抹黑 只能说我们在报道事实 是吧 假的才叫抹黑了 对吧 至于你说很多人就说 现在不要攻击她 因为她可能要跟老公干 我觉得是这样子 她现在不是要跟老公干 她是要跟老公谈 要谈判 她有她的目的 老公的有老公的目的 说好听了在谈判 说不好听了就是勾兑 怎么达成了一个 双方能够满意的 这么一个结果和效果 实际上我觉得老公 现在可能也不是在跟她谈 她现在目前来讲 我认为孟宏伟的妻子 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工具 一杆枪 她说她在没有记者陪同之下 不要跟老公谈 我觉得主要目的就是什么 行然现在不是她要跟老公谈 而是孟宏伟在跟老公谈 老公现在要跟孟宏伟谈妥 只要老公和孟宏伟谈妥了 孟宏伟给她打一个电话 我觉得孟宏伟跟这位姓高的女 她这个妻子 在之前应该有一个暗号 就是说咱俩说好了 我如果回去被抓了之后 你就要报警 然后如果我这边谈妥了 我跟你说一个什么暗号的话 你就知道我是真的谈妥了 如果我说的不是 你就知道没谈妥 我是被逼的跟你这么说的 对吧 肯定有这么一个东西 以前我记得蒋介石逃亡到台湾的时候 有一位北京的一位学者 叫什么来我忘了 咱这位学者有三个孩子 三个儿子 然后就跟三个儿子 他就想跟蒋介石走 三个儿子就跟说 父亲你不能走 咱们为什么要跟蒋介石去台湾 咱们是中国人 咱们去那干什么 咱们在北京活着好好的 日本人来了 我们也在北京 袁世凯来了 我们也在北京 蒋介石来了 我们还是在北京 共产党来了 我们还是在北京 无论如何 我们都在北京 日子都是这么过 他爸说不行 共产党跟他们不一样 共产党跟日本人不一样 跟蒋介石不一样 跟袁世凯不一样 共产党比较特殊 老爸我必须得跑 然后三个儿子说 老爸 然后他就要走了 然后三个儿子就不走 他爸爸就跟三个儿子 因为三个儿子也年纪比较大了 都有家庭 有孩子在这 然后我就跟三个儿子说 他这样 你们我走了之后 你们给我报平安 每一年 你们给我照一张照片 然后咱家那不一个马杂 知道吗 如果你们谁不好 有一个长的马杂 小马杂 小长条凳 把长条凳搁在这 觉得过得比较好的 你就坐在这凳子上 照照片 觉得不好的 两个人就站着 有一个坐着 两个人站着 或者有两个人坐着 一个人站着 如果你们三个人都觉得 好像你们三个人一起坐在凳子上 照照片 我要是看见你们三个人一起坐在凳子上 照照片的话 那我就知道没事了 老爸我就回来找你们 找咱们一养天年 然后老头就走了 然后第一年 哥仨都站着 马杂搁在旁边 从第二年开始 这个照片里就再也没有马杂了 哥仨的意思 哥老爸 别再想马杂的事 这没有办法了 别回来 好吧 我希望 孟宏伟的妻子 或者说孟宏伟 能跟老贡 勾兑成功 即使 其实我跟网友们不太一样 网友们的心思比较狠 网友们现在的想法 就希望孟宏伟和他妻子 跟老贡勾兑不起来 勾兑不好 所以他妻子就玩命爆料 把料都爆出来 把老贡干趴下才好 对不对 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希望他们能够勾兑好 我希望孟宏伟能够少吃点苦 他妻子还有两个孩子 因为两个小孩 七岁的小孩 我觉得不论父母做了什么 两个孩子都是无辜的 七岁带坏能坏往哪儿去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勾兑成功 他们能够后面有一个平安的 愉快的一个生活 好吧 但是你要明白 如果他们勾兑成功的话 孟宏伟的妻子可能就 因为现在被曝光了 然后就转移去其他地方 就隐性埋名的消失在人海了 那么什么爆料 你们也都看不到 所以你们希望是他们谈不拢 我希望是他们谈得拢 而我是出于善良 网友们出于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 可能是看正当的不嫌事大 吃瓜都不嫌瓜大 吃瓜都不嫌瓜大 好吧 今天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